捷運近戰旅客上車 但左探右探 卻沒看見任何座椅 因為捷運文湖縣部分車輛改裝 要來立拼疏解尖鋒搭車人潮 車廂中間區域座椅全消失 只剩頭尾保留博愛座 北捷為了提升運輛 將三部馬特拉列車進行優化 改裝其中的二三節車廂 除了將座椅拆除 也把行李架取消 預估一節能多載十人 每列車的總載客數 從四百名增加到四百二十名 北捷參考新加坡紐約等 國外地鐵做法 還增加扶手 調環把手等設備 藉此增加尖鋒時間運輛 只是這效益大不大 旅客的感受最直接 位置比較寬一點 但是就少了可以坐的位置 就普普通通 但是這邊的空間確實有變大一點 就怕旅客不往車廂內移動 或全擠在有位車廂 北捷回應除了有張鐵告示 尖鋒時間也會派員加強引導 這個還在評估當中 這個因為牽扯到所有的機電系統的設計 這個還需要長期的評估 三部列車先試辦上路半年 北捷會再是旅客反應狀況 再考慮是否全面擴大拆除輪圖線座椅 未來就看旅客買不買單 三次新聞週刊關於周春旗台北報道 明星宿 女士開設 明星宿 很快 惹了 明星宿 女士的 可